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19月3日至4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2日在中外媒体吹峰会上表示,中国国家领导人将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布中国对非洲物学合作新行动核心举措,本次峰会主题为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俄罗斯科学院非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艳夫跟尼克林加索夫向卫星同事社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在发展与非洲的伙伴关系是做法相似,但这并不会停止个别企业之间的竞争。 科林加索夫说,俄罗斯与中国在发展与非洲的伙伴关系方面有类似或者是接近的理论方法,这不会停止某些企业和业务层面的竞争,但在非洲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因此仍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俄罗斯没有在非洲赶超什么人的任务。 科林加索夫补充说,俄罗斯寻求消除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和从过去遗留下的障碍,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和影响,并确保所有国家平等参与国际生活。 科林加索夫介绍说,2017年的俄罗斯与非洲的双边贸易额,174亿美元按当前汇率,这比2000年增长了9倍。 但只有非洲大陆与中国贸易额的十分之一,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国与非洲进出口总额1700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其中,中国对非出口947.4亿美元,次非进口752.6亿美元。 科林加索夫指出,在俄罗斯的出口中,对非洲的出口仅占2%,对北非国家的进出口占70%到80,与撒哈拉伊南国家的贸易额为36亿美元,其中包括与南非的7到8亿美元。 科林加索夫介绍称,俄罗斯的出口中,粮食和初级农副产品,占24.3%,而进口债比为67.7%,其中成品有核矿产品,分别占29%和8%,机械和设备分别,为0.7%和1.9%, 机电产品主要以武器,为代表,科林加索夫介说,去非洲开发银行估计,俄罗斯对非洲的总投资为200亿美元,至于外国直接投资,估计从50到60亿美元,到100到110亿美元不等,高达70%的投资,是针对石油天然气矿藏的砍碳和开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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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